小時候就有在學畫 一直很想讀相關平面設計或是美術方面 家裡面有一些不希望我離開台北讀書 還有一些原因 所以我就還是選了英文系留在台北 當然是會後悔或是很憤怒想哭 可是我沒有去讀英文系 然後讀了英文系還有想要創作或想要畫畫的心的話 我也不會做披薩戲 一開始我也只是自己坐著玩 不曉得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爸爸是比較會很認真看待生意這件事情 因為他畢竟有經驗 一開始我在坐的時候 我都在房間裡面偷偷畫 然後他要跑進來的時候趕快把他收起來 後來有一次被他發現 我本來以為他會罵我以為我就是不務正業啊 做這個沒有用之類的 結果他後來說他真的覺得很為我驕傲覺得很棒 他會跟我分析成本啊 禁駕或是販售的概念 像我現在工作室的一些桌子啊 一些工具都是他幫我做的 從來沒有反對過我 只是我覺得他可能會反對 因為他是一個 不太說好聽話的人 所以他說他很驕傲的時候很感動 就是會更有動力做下去 我會畫台灣這個殼 因為台灣是我生長的地方 我會想要把它記錄下來 就算台灣有很多地方讓人不滿意 很多事情讓大家很不開心 我還是很喜歡這個地方 不會想要離開 也希望他可以 因為每個人多一點點努力 讓他更好 我最近常常看到有人 在照片標記不厭廷這個地方 後來發現他在九份 其實九份長大之後很少去 因為遊客真的非常多 小時候還蠻常去的 因為會跟爺爺奶奶奶去泡茶看夜景 會想要再回去可能 白天可以去不厭廷那個地方 拍拍照片 找找靈感 我覺得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很重要 如果想做什麼就可以去試試看 不要怕碰到挫折還是什麼 一定會遇到 而且會有家人朋友當你的靠山 因為台灣人其實不太跟家長 父母分享自己想做的事 因為會害怕他們反對 但我覺得好像可以試試看跟他們說 他們說不定會聽 如果你有很好的規劃的話 我不覺得我失去什麼東西 或者是 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只有訂單有時候比較塞車的時候 可能我手會受傷 有點小發炎 就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不管做什麼事情 一定會有 你需要犧牲的東西 因為那是自己喜歡的事 你會覺得不怕辛苦 只是你要 適時的還是要去保養它 不要讓自己過度勞累 每個人想做的事情跟 會的事情都不一樣 所以並不是創業就是很 最厲害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擅長的 東西 我可能做的東西 只是剛好會被大家看到 我不會覺得自己是特別厲害 還是覺得自己要再努力一點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某件事情的話 你就去做 我覺得真的就是 不用管別人對你的看法 你自己做好 你自己該做的事 你默默的努力 你可以你自己知道就好 別人怎麼想 其實根本不重要 好 我隨意 就不存心 我隨意